最近评论区呼声最大的声音就是老张 别光只教我们怎么安装飞牛 这飞牛它装到哪儿啊 于是垃圾老老张又出动了 首先给大家看我的手机截屏 130块钱 NAS完美胜体 准系统 准系统大家都懂吗 没有CPU 没有内存 没有硬盘 这玩意儿都好解决 NAS最难的是它这个存储系统的解决 NAS24小时不关机 所以它一定要稳的一批 这是咱们的网友提供的线索 咱们把这个网友的这个信息打在屏幕上 感谢一下 上个电视 它并不是那种傻大黑粗啊 先给大家打打这个小预防针 给大家看看它的尺寸 不算大吧 一股的那个WD40清洗过的味道 给大家闻一闻 非常小小 老张最爱喝的咖啡 两杯咖啡的高度 这玩意儿没什么好介绍的 型号 惠普 Z230 注意啊 隶属于惠普的工作站系统 人走它可能都还在 这个机器的设计是既可以竖置 又可以横置的 一个5.25寸的光区位 这应该是一个硬盘仓位 点源开关 硬盘指示灯 两个USB2 两个USB3 耳机 耳机耳麦接口 一个千兆网卡 两个PS2的鼠标 两个USB 一共有六个USB了 一二三 三个DP显示接口 然后这儿 又是两个USB2 两个USB3 总之就USB你都使不完啊 半高的PCIe插槽 这儿有个把手 一拽就起来了 废话不多说啊 给大家大致介绍一下 它这个存储扩展系统 把这个电源线 SATA接口 靠 靠 线头拽掉了 这竟然是一个DVD Multi Recorder 也就是读DVD光盘 写DVD光盘的 康宝 这我们年轻人都没见过 这个卖40块钱 没问题 给它出了 回血 这机器就变90了 因为这东西对咱们NAS没有用 整个台这个框架 注意啊 看 然后你这样一拽 就可以来往里面插各种各样的盘了 当这个盘插完了之后 再摁住它 你看它里面是有线位的 会咔咔咔咔 就咔死了 这服器跟民用就是不一样 是吧 你现在卖1000块钱的 什么NAS机箱 请喝一看 3.5寸的硬盘位 大家注意看啊 已经预留好了供电数据线 又一个硬盘位 然后注意看这儿 2.5英寸的硬盘位 锐的5的最低的标准是三块硬盘 对吧 这个时候你看光区位你可以扩展啊 你如果想省事就交代 直接往这个架子上一沾就完事了 你如果想完美 你可以买光区位转3.5寸硬盘的仓位 就OK了 主板内置 一二三四五五个SATA口 这台机器还有四根PCIE插槽可以扩展 看起来这两个都是16插的 这是4插的 但是不要看表面啊 这四根分别是 PCIE3.0乘以16 PCIE2.0乘以1 PCIE2.0乘以1 PCIE2.0乘以4 所以你是可以插显卡的 也是可以插NVME的硬盘的 也是可以插各种万兆网卡的 预装电源最大240瓦 咱们装低功率的CPU的时候 可以装很多很多块硬盘 支持四代五代的处理器 支持制强的 只是制强需要再插独立显卡 老张教大家如何花最少的钱 办最大的事 首先咱们去上网上找一个 这个 就是一个大塑料架子 咱们现在要把光区架子 给它变成是一个硬盘架子 我的这个是既可以变成一个3.5英寸的 同时还可以再扩展出两个2.5英寸的 也就是这是一个光区位 转三硬盘位的一个唾价 在网上卖的价格就是8块7毛5 就是你卖掉的那个光区 还能再找你30块 还包油 咱们买的这个四代的代替的低压处理器 已经到了 价格是26元人民币 包油吗 包油 然后还赠了一个硅脂 10块钱一管的硅脂你也省了 我现在要装3块3.5寸的硬盘 1块2.5寸的硬盘 所以一共需要4根撒撒线 你买这个硬盘的时候 让老板送你就行了 硬盘自备 这玩意儿所有的NAS硬盘都是自备的 两条4G的DDR3 29块钱一条 两条60块包油 OK 接下来咱们开装 内存 机器有粘头了 所以BIOS电池 咱们也换一个老张可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CPU CPU 对上 送的散热小硅脂 来吧 OK 这个硬盘怎么装来 你只需要 这样 搞定 硬盘 第二块 插上 第三块硬盘 往上 往上 一套 一卡 一卡 一插 咔 咔哒 搞定 最后一块硬盘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 往里 一怼 就给它 直接塞进来 我螺丝都拦得拧了 最后一步 因为有四根PCI插槽 所以你几乎可以随意扩展你想扩展的东西 比如说万兆网卡 四口万兆网卡 四口千兆网卡 NVME 或者是一块AMD的刀卡 你看 全都是矮的 老张就特别喜欢存这种矮的 插电 自动开机 不妙啊 内存报错应该 好 拆了重来 OK 再来一遍 插电 开机 亮起来 亮起来 耶 它还是支持锐的 带锐的卡的 OK 咱们的三块机械硬盘 一块SSD 全都认出来了 支持AMD主动管理技术 也就是 英特尔那套比较难用的主动管理技术 倒是有 飞牛的小伙伴们要的功能 可以自动设定从周一到周日 自动开关机时间 但是 NAS根本不建议大家关机 吊电自启动 装飞牛 这台机器防止飞牛安装错误 大家进入到BIOS之后选择 boot order 然后选择这个legacy boot source 然后这时候按F5 把它给disable掉 老张在这个减这个垃圾之处就跟大家讲了嘛 锐的5的最低限度是三块硬盘 它允许其中一块硬盘损坏 可以使用两块硬盘的容量 也就是最大可以做到15个T 咱们的这块处理器 英特尔四代I34130T 它是2.9G和两核四线程 咱装了两条一共8G的内存认出来了 然后它的极显是英特尔的4400 就是四代的核显 万兆网卡千兆网卡全部识别 现在已经用万兆连接 最新版本的飞牛已经开始支持UPS了 咱们来装一个飞牛影视 然后来看看这个硬解的情况 英特尔4400成功开启GPU解码 当然大家会说你这个开了解码 不见得能流畅的播呀 跟着老张去咱们的这个电视上看 这已经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荣耀电视了 咱们装了飞牛TVAPP 自动识别出来了老张的这台NAS 咱们来给大家播放一段 咱们找这三个是4K的 几乎是蓝光圆盘的一个状态 4K HDR 杜比全景声 往后拖 你看高码率的 就是跟动画片一样 丝般柔顺 中文字幕自动挂载 注意 现在是原画 4K 24兆 也就是说它是直接把最高码率推送给了电视 但是解码是在服务器端 四代的英特尔 26块钱的处理器 支持硬解带核显 以前是又小又牛逼 现在是又老又牛逼 4K HDR 杜比环绕声 走着 秒波 没问题吧 呀 这是蓝光圆碟 它写的是1080P SDR 事实上这也是一个4K的 识别有问题 这四个大妞我都不舍得给大家摁菜单 键让大家看菜单了 解码方式 硬解 服务器端的硬件 这个屋在播放视频的同时 咱们来看一下功耗 32瓦 这台机器的噪音小到什么程度 怼到上面给大家听 比那些在独立显卡的台式机 噪音还要小